《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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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011年的时候 然后那一次我在图管这本书 我现在还记得它是一个红色的封面 那是穆辛在中国大陆出的第一本书 叫《哥伦比亚的导影》 《哥伦比亚的导影》 穆辛在讲到陶冥明这一章的时候 他就说《庄子》是介密的 陶冥明是要饭的 法国的一个作家叫克劳德·西蒙 他是种葡萄养血作 穆辛一看完就说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其他担心了 陶冥明如果不种菊花 种葡萄 自己酿酒自己喝该有多好呢 我就从穆辛的这一点话里面 我就构思了《庭云》这一款酒 就是《庭云拳几个低属》 就是《庭云》 就是《庭云》 他讲的是一春天下了大雨 他还有一名思念远方的亲人 春天之前酿的酒也熟了 葡萄酒是一种语言 它所表现的东西就像一个方言一样 而我现在想做的就是 努力寻找林夏的葡萄酒 他的葡萄酒 他的方言 葡萄酒其实跟电影一样 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样的艺术 炸季只有一次 一年只有一季 林夏的地方特别寒冷 特别干燥 每年十月份 我们采用葡萄酒之后 已经简直 把葡萄酒整体的葡萄下去 就土埋起来 来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把葡萄酒再挖出来 然后再抽脂 瓦芽 把它从果实 变成液体 然后进香味做进入成量 我觉得做酒的时候 就好像把宁夏 每某一个年份 一年的风雨阳光 都融入到这个葡萄酒里面去 把一段时光给封锁回来 就好像中原彩花的年华里面 最后把他的秘密 封存在我们 碰到一辆一个石洞里面 葡萄酒其实是一个生命的 有的葡萄酒 一开始是一个青色少年 然后经过世界的这样一个模仿 它慢慢变得起沉默 变得起内裏 跟人人一样 有一天造酒被装不行 被提了标签 放到酒窖里面 人如果去世之后 也会钉在这个棺材里面 造酒有一天可能还会站起来 就被人引用 人一旦倒下来 他们再站起来到了 喝酒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好像就是我生命的虚传 人没有用 对抗人们 在某种程度上去 在某种程度上会 是不就是我艺术的 会论感变得起来 一切力量的 你就像天空笼罩大地 我在你怀中甜蜜呼吸哟 你给了我的二次青春 是我把忧愁忘记哟 我只曾被天使冲海过来的人 世上一些话多是同尘的会有 自从我遇见了你 晚场火焰中又生起哟 看起你终成为主美丽妻子 可你真是美丽无比喻 你真是美丽妻子 你真是美丽妻子 你真是美丽妻子